好 主播觀眾受到中台卡弩的影響 宜蘭今天是停班停客的 不過市區可以看到現場其實沒有下雨 而且也沒有什麼風 就只有微微的涼風在吹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所在的羅東夜市 也可以看到現場人潮其實蠻多的 而且還有不少的觀光客 一樣來到羅東這邊觅食 那麼我們現在有遇到一個香港的遊客 他們是來台灣玩11天 今天的行程似乎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我們問一下今天覺得宜蘭的風雨狀況怎麼樣 還好啊 沒有雨 一點點冷風挺好的 會不會擔心後續的行程會因為颱風打亂 不會啊 只是有一點點擔心 但是我覺得還OK的 OK 好 謝謝 那麼其實氣象局今天也表示 颱風卡弩的暴風圈在今天下午的四五點的時候 已經稍微碰觸到了東北角 也提醒大家 因為卡弩颱颱風它走的確實比較慢一些 所以越晚的時候可能才會感受到比較強勁的風雨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的雨勢會最為明顯 至於中南部則是以山區的降雨為主 那麼明天宜蘭會不會繼續停班停課呢 縣服也表示會在今天晚上的八點左右給出答案 後續我們也會持續的為您掌握 以上是現場最新 先把時間盡頭交還捕內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T 小鈴鐺 drinking 感谢观看